字幕志愿者 李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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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紀輝小姐 大家好 師傅 你好 我們說小朋友興奮 沒錯 很急不及待 很開心 聽了幾集之後 我的朋友都爭著問我 就托我問你 師傅 請教一下你 怎樣可以令到自己的小朋友 讀書聰明一點 其實這個題目是非常有趣的 我本人就在 Form 1 Form 2讀書不聰明 Form 3那年突然聰明了 是因為我搬了屋 搬屋的意思就是 有一點點暗示 就是我換了磁場 換了屋運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不要理 這個世界是否有所謂 磁場堪餘等等這些事情 其實變一變一個環境 很多時候你是會賭贏了 你會轉去一個好的位置 當然你會賭輸 或者去了一個不好的位置 也不定 但我當年賭贏了 就是我考得很差的時候 突然間我轉去另一間屋的時候 我家裡的樓下 原來最厲害就是賣蛋糕 我以前一直吃早餐 我都是吃麵包的 突然間由吃麵包 突然間轉去吃蛋糕 我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但事後我才知道 我原來吃核桃蛋糕 原來我們營養學的專家都說 原來核桃是很利利的 補老的 補老的 吃了我三個月 我那年竟然無端下第一 但是我知道 其實師傅 除了轉了核桃蛋糕之外 我懷疑還有另外一個服藏 就是你有改變 就是你搬了屋 以及改變了你吃早餐的習慣 因為我聽師傅說 一個秘密 我跟著做之後 真的有一些挺大的改變 是什麼 就是我們每天早上 找右手來幫自己拆牙 當我那一陣子有很多事情想不通 有些事情是沒什麼想法的時候 我就嘗試用左手去拆牙 轉一轉 其實右手轉左手 這麼簡單的動作 我試了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我那件事情已經想通了 而且我可以解決 原來這是一個科學家所說的道理 原來就是我們平時用這隻手 我們多了用這邊的腦 交叉神經 其實如果我們用另一邊腦 另一個血液運行在另一邊 是可能會有些新疑 等於有個科學家說 譬如你對著一件事 你沒有靈感的時間 你試一下打一杯聖經 或者打開一本佛經 突然轉一個話題 或者轉一個飯圖 你可能會有新的角度 去對那件事有不同的看法 是 絕對是 其實就是一種轉移 或者是一種轉變 所以其實我們是鼓勵人搬屋 是 即是說如果你在一間屋裡住太久 而你的運都沒有大轉化 其實去變化環境 是一件挺好的事 對於小朋友來說 其實有幾件事很重要 就是作為一個父母 在這個小朋友的成長裡面 特別是小哥哥的時候 你有幾件事要注意 第一 他的眼睛有沒有鬥雞 第一就是鬥雞 即是有一隻眼睛的眼珠不配合 是 那這件事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你帶大去的過程之中 他躺在一個搖籃那裡 看到上面的東西的時間 可能是你某一眼燈 是擺在某個方向 太光 造成了你的眼 經常都受那邊影響 或者他看了另一邊 邪屍 那就會造成了會有邪屍 那其實就要在小時候 要繳回正 如果不是大的時候 繳不到 那在中國的命運學裡面認為 眼睛是掌管我們 35到40歲那五年 那也就是說眼如果 是有鬥雞 或者眼珠不正 是代表我們 35到40歲那五年 男仔是很容易有交通意外 女仔就要開刀 多數是生寶寶要開刀 那都是代表開刀的 那所以這個就是 作為父母要留意 子女有沒有所謂鬥雞眼 要在小時候及早幫她調整 第二件事就是牙齒 原來牙齒就是代表婚姻的 特別是門牙 是 如果你門牙整齊 而是很好 是代表你那個寶寶 婚姻幸福之外 而是代表他會影響到父母 也就是你自己的婚姻幸福 那所以反正門牙 比較漂亮也比較好 所以這個就是父母的責任 去幫小朋友早點 要搞定牙齒 那譬如 如果人是哨牙的說話 他的性格是會過分暴露的 即是熱情的 熱情的 以女生來說 代表大件事 是 代表他可能會很 很主動投懷送抱 是的 如果看到牙肉的 那是重大件事 他可能會對男生饑餓 或者被男生押 你明白嗎 好了 如果能夠及早幫他 枯牙 能夠調整那個牙齒 那變成了他的成長會好一點 這些牙齒 通常是十幾歲搞定 是 所以就算醜養一些 都是小時候醜了 很容易處理 就好過二十幾歲 或多的時候醜養 是的 沒錯 這就是第二個牙齒 第三樣東西就是面上的脈 原來面上是無線脈 其實真的沒有哪一顆脈 最不好的脈 就是在我們的眼後面 這個叫做姦門的位置 就是我們的雲釗下面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脈 就是代表著一生人的婚姻 會多波折之外 也是代表龍兒朝野是妃和官妃的 所以既然那顆脈在這裡 又不是好看 那不如脫掉 那現在用雷射激光 就很簡單的 一燒熱了之後 一個星期之後 他很自然就掉了 那這個也是父母要留意 子女如果那些姦門上面有脈 就幫他脫掉了 是 鼻上面有脈 更大件事 因為你的鼻是代表女性來講 代表老公 那如果鼻上面有脈 那就代表你老公不好 會破財了 甚至會失敗了 男人如果鼻上面有脈 是代表他四十一到五十歲的時候 他會有個洞 是在他的財商那裡 也就是說等於那段時間 他會大破財了 那這件事就在四十一到五十歲 一破了財之後 再想起身奮鬥就很難 是 所以在鼻上面有脈的人 通常都不好運 如果譬如你在中間有脈 是代表有一段時間 你很沉屈 或者甚至屈屈不得知 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就是這個位置有脈 所以其實可以的說話 盡量都要為子女 脫掉脈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除此之外 現在很流行 有些小朋友 骨骼是有問題的 原來也是在小時候 幫他搞定了他的骨骼 是比他長大的時候 才會發生這些問題 是 所以作為父母 是要關心子女 剛才我們所說的幾件事 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剛才你問過 就是怎樣令到子女讀書厲害 我們應該反過來說 一個子女如果讀書很蠢 是從哪裡可以看得到出來 看得到 看得到 一個很蠢的人 她有兩個特徵 一個特徵就是這個位置 叫山根的位置 很低下 很低下的意思 就是代表她的智商很低 和很容易被人騙 就是貶鼻了 我們不是叫貶鼻 山根就是代表兩隻眼中間的這個位 套進去 你沒有我都沒有 是 原因就是代表我們都很聰明 但是如果那個位置一套下去 就是代表很蠢 就要在小時候 即是她懷抱的時候 已經看到她身體那麼矮 就已經用手 慢慢幫她潛一下 運動一下這個位置 原來是可以令到她高一點 是的 還有機會的 可以微調一下 第二件事 你連兒子都讀書厲害 或者讓她胸襟廣闊 喜歡有一種球之獄 去找這個世界到底有什麼真相 就是八卦一點 八卦一點就是球之獄 就是跟我們的眉 兩個眉中間有關 如果我們兩個眉中間越闊 是代表那個人的球之獄是越強 也是那個人的胸襟廣闊 不會小氣 就是眉心位 是的 那你現在有沒有發現到這小朋友 不說得很小氣 是因為這條眉是很容易一致眉 或者中間是有很多毛沒有剃乾淨 所以如果把兩條眉中間的這個位置 在她小時候已經幫她剃乾淨了 然後這個位置適當地幫她運動 使她潛高一點點 那這個人的讀書的能力是可以加強的 那我就受台灣作家李鴻先生的影響 就是我看書的時候如果我看到有些好的東西 我真的好像李鴻先生教的 是拿剪刀剪了出來 然後貼在自己的筆記簿上 而是令到永遠都自己傳了一本 是把所有好的東西 集中在自己的一本筆記簿上面 這個筆記簿我已經有很多本了 那現在不是很流行手機 或者很流行電腦 電腦 他們很喜歡就啪一聲 已經是收集了 那如果你是習慣這件事 我又不反對 但是如果你用一把剪刀 去剪的時間 你有一個過程去消化 是好過就這樣就啪了進去的 其實 所以我們習慣了一件事 就教我們的小朋友 是給他一把很漂亮的剪刀 是每天都要逼他去看一份報紙 然後就把報紙裡面 他認為稱心的 或者有建設性的 或者有啟發性的文章 要逼他剪下來 然後用漿糊 我們以前用漿糊 是慢慢要去貼 念 在過程之中 是為他做了一本屬於他自己 很庆心如意 一本有求之欲的一本的筆記簿 那這樣的習慣 我們上一代是這樣教的 現在這一代就沒有了這件事 但是其實我們都可以 一樣去拿把剪刀去剪 我們的報紙 或者日常生活裡面的雜誌 精彩的東西 然後把它搜集了的時候 是其實可以鼓勵那個小朋友 是有求之欲之外 也是讀書是有一種興趣的 不僅如此 我以前小時候很喜歡儲一些書籤 這些書籤上面 全部都是一些名人的金句 是 其實都是草草埋一疊 其實對於一個小朋友的 好像一個座右銘 提醒自己 我可以這樣做 我的目標是這樣 是的 搜集這些方面 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那個年代很重視 是 通常會找很多那些出名的人 的偉人的傳記 是放在那個小朋友的房間 那你無論怎樣都好 你用多些那些名人的傳記 是令到建立一種 對於一個人的成長 是要做一個偉人 或者是要做一個成功的人 這種念頭的書籍 是放在他的書房那裡 甚至會把他一些的座右銘 或者一些好的說話 是寫出來 然後做一個標誌 放在他的房間 所以我提議大家家長 是把他家裡的牆壁 是做一個標誌 然後貼一些偉人的家賢俊 會在那裡 會對小朋友有很大的加持力 就看見可以有통店 因為從我們進入公司 在這場の幫忙 是堅持差街的